選戰倒數91天 整整三個月 2024這場選戰到底能不能夠政黨輪替 我告訴你外界都很關心 連國外的媒體也都很關心 因為2024它決定的是台灣的未來 但是想要政黨輪替 就看在野黨到底能不能夠整合成功 此刻下午一點半登場 眾所矚目的藍白會前會 關鍵會面就要來喬這件事情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誰當政誰當富 雙方如果喬不定 那藍白可能就不會合了 但是如果喬定的話 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結果出來了 但是到底誰要當政誰當富呢 數字會說話 首先我們帶來看到今天下午這場 眾所矚目的會前會 包括了正式時間 是一點半會前會的記者會會登場 一點半開始到一點40分 會舉行一個會前記者會 主持人就是侯友宜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 李立貞 那同時在一點的45分 雙方的會談就會開始了 會談時間一直從1點45分到下午的4點20分 算一算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的會談 那同時呢在結束會談之後呢 會後記者會會由柯文哲辦公室的這個發言人 吳怡軒來主持後會後記者會是下午的4點半來開始 那麼呢同時整個的過程呢 是全程錄影 好我特別看了一下 就是雙方說為什麼要全程錄影呢 就是避免 比如說會後啊 你可能在這個避免會議當中 你不承認或怎麼樣的 所以呢會全程錄影呢 那如果會後有一些爭議的話 那就可以由錄影的畫面來看 到底當時雙方是怎麼談 怎麼說的 好那對於這個事情呢 那雙方的主帥也做出了一個表態 包括了侯友宜他說 談話不設限 好兩個人談話不設限 那同時呢 柯文哲他也說了一些話 包括了就是他說 相信數字跟科學 還有20天之後會有結果 唯一勝選可能是柯文哲當政的 然後藍營來推副手 同時柯文哲也強調了 他說整合所有在野力量 如果用藍白核的名稱 會被框架綁住 會談要先討論定調合作名稱 那同時今天下午這場呢 藍白雙方也派出了 這個各自的代表 好包括了藍營派出的是金小刀 金普聰 是侯友宜競選辦公室的執行長 同時他在會前也喊出了 他說他主張要先訂定 所謂的SOP 之後再來談方法 那侯友宜 柯文哲方面呢 則是派出了這個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的總幹事 黃珊珊黃珊珊呢 在這個會議正式開始之前呢 他還透露他說 他說要求先談好方法 主張辯論來比民調 對於這場藍白核呢 網路上還有民眾到底是怎麼看的 我們來看到這個最新的民調顯示了 問題是如果藍白整合成功 以侯友宜或是柯文哲為主 才能整合更多資源 贏過賴清德嗎 你是樂見藍白核嗎 好 這個問題呢 我們來看到有31.3%的民眾 是認為 很不錯喔 希望藍白核能夠成功喔 才能夠來贏過賴清德 好 同時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到是民進黨執政8年 你認為應該要繼續執政 還是要政黨人替 同樣問題我來問問 我們聊天室的好朋友們 你們來留言 你認為綠營要繼續執政 還是政黨輪替呢 打下你認為的這個文字喔 我們等會來看你的留言 那同時我們看到這個問題上 有高達53.4%的民眾 認為是要政黨輪替的 好 但是要政黨輪替 真的是就要看在野黨 到底能不能夠整合成功的 好 此刻我們請到的是 史詩的評論員 嘉慶哥 嘉慶哥早安 惠玲早 大家早 嘉慶哥你看到哇這場眾所矚目 藍白會前會 藍白各自派出了代表 今天下午1點半要登場了 就要來談了 而且全程錄影 你覺得今天雙方幕僚 所謂的會前會 會不會有一些結果呢 大家都希望說能夠趕快 有一個這個戲劇性且合理化的鋪陳 去扭轉現在的整個 總統大選的僵局 或者是說LINE可以這麼輕忌過關 好像只要看在野勢力合不起來 或是一盤散沙那種樣子 民進黨就可以繼續的於去於求 像大家提到的說很多痛苦 剛才我也看到昨天晚上我自己也在台中 跟施政鋒教授參加同一場中天的廟口開獎 也都看到所有參加的朋友們 不管是在線上的或是現場的 大家都很痛苦 剛才惠林提到的那個民調就是說 好像大家過半數的人都覺得應該要政黨輪替了 民進黨做的實在是太糟 甚至有點恐怖了 過去這七八年大家過的非常 記憶都很清楚吧 應該還沒有這麼健忘你是過什麼日子的 人家吃銅吃鐵我們吃土的這種日子 我相信如果像剛才惠林說 希望線上的朋友們也都能表態 到底知不支持政黨輪替 一般的民調大概是過半支持 我相信在我們中間頻道 如果大家做民調表態 大概超過九成希望政黨輪替 為什麼要政黨輪替 因為希望這個陳柯能夠去除 就是說你不要再讓貪官污吏橫行 跟他們什麼話都說得出口 什麼方式都用得出來 只是為了要錢 甚至連國家永續發展 國安問題兩岸和平 到現在 我們都看到民進黨過去這七八年 在立法院裡面什麼法案都能通過 那在野黨實在是力量也是薄弱 甚至很多人都說 哎怎麼就這樣沒有 真的就話都講得很漂亮 可是為什麼做出來的事情 都是讓民進黨可以予取予求 大家覺得很痛苦吧 所以說在野的整合 你說大家今天這場會前會 有人是抱以很多的期待 但其實我相信很多理性的 人去思考就說 其實如果只是為了要不要辯論跟民調來決定整合的優先次序 那這一場會前會似乎有點多餘啊 簡單的講就是說因為我們自己跑新聞出身 以前這種問題我們大概只要直接問侯友宜跟柯文哲 哎你們到底要不要先辯論再民調啊 要不然你們這樣子浪費大家時間嗎 而且也沒有 呃力氣好好去問賴清德啊 賴清德也可以閃躲啊 那光你們這樣子整合 大家都已經看到沒耐心 我想這是社會上普遍的一個聲音了 也就是說為什麼侯友宜自己不知道自己 該不該辯論再比民調啊 也那你這個 所謂的政黨實力可能會是今天 呃金普聰跟黃珊珊見面要談的事情啊 因為我們看呃 國民黨已經鋪神這個事情很久 可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比如說像台北市長 跟高雄市長在1994年民國83年 第一次民選的時候 第一次直選的時候 呃那時候我們知道新黨的代表叫趙少康先生 呃國民黨的代表是 這個官派市長最末一任的黃大洲 那黃大洲市長是不是執政黨 那時候的國民黨是不是 跟今天3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那民進黨呃 呃在那時候的國民黨眼中來講算哪一根蔥啊 所以說如果那時候黃大洲出來跟趙少康 甚至陳水扁說哎用政黨實力決定 誰來選市長好不好 你覺得他會獲得怎麼樣的回應 趙少康會怎麼樣去回應那時候的國民黨黃大洲 那 那在現在啊那更何況當年的選舉出來是趙少康還贏過政黨實力 完全碾壓他的黃大洲 而同年在高雄的選舉吳敦義也輸給了謝長廷 所以說政黨實力到底是什麼 民心啊 民心才代表你的政黨實力 今天我們要看就是說如果侯友宜他能夠 呃一枝獨秀他能夠自己民調穩穩的壓過賴清德 今天絕對不會有什麼誰要跟他合 或不合的可能性絕對不會有啊 這就是國民黨在他呃有絕對優勢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去尋求在野合作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一個狀況啊 但今天形勢比人強 甚至就是說大家在檢討民進黨的時候 同時過去這七八年最大的在野黨執政黨 呃在野黨叫做國民黨啊 那大家怎麼去看待他的成績 以及對他有什麼期待 其實社會上都自由公平的一個狀況 呃會前會我個人不會給予太多的期待的原因 是因為呃既然不是全程公開透明 就代表他們在裡面會呃有一些比較 就是說那如果要造勢你要在哪裡辦 會來多少人呢 那我們有這麼多縣市長 有這麼多立委 有這麼多議員 我們一定可以動員啊 我們找來的資源一定會更多啊 可是這些東西跟勝選有絕對的高度關聯嗎 其實是沒有的啊 就是說你今天能夠獲得多少明星 以及說你的道路走出來方向在哪裡 這些東西其實在現代的社會 跟二十一世紀都已經進行到第二十三年 的呃最最後一季了 如果大家還在那邊迷信所謂的孩子老啊 或是說這個呃家大業大的這一套的話 其實在社會上普遍來講 大家是希望看到能夠真正直接公開透明了 然後來場辯論啊或是正政策說明也好 如果不想要有直接的辯論 那用政策說明 然後做民調 我想也是一個取代的好方法了 呃這場的會選會 或許是一個浪費時間 但當然希望就是說 大家不要呃真的覺得你們這樣 浪費選民的時間選民可以無所謂 因為如果 老百姓其實最近啊 我們不管是在節目上或是在直播間裡面啊 跟大家的那種討論就是 你們政治人物可能各自的算盤都撥得太精了啊 那你們不合我們會自己合 這個人民自己做選擇 我覺得會是讓政治人物 尤其呃 如果 有一些喜歡自欺欺人或是自己覺得 呃黨意高於民意的話啊 不管是哪一個黨啊 他只要覺得黨意高於民意 他就會受到教訓 就像我們看到 呃民進黨的黨意 他希望貫徹到底 呃 假人搞搞的那種狀況 現在就受到極大的挑戰 希望在野黨也能引以借進 不要還沒選就自亂震腳 然後談不出出個所以然 那其實是蠻滑稽的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於是 劉沂崎 對 確確確 подоб 你 亞 詞 ë 霸收